大家好,我是Den 涉嫌九项罪名在一审判刑三年有期徒刑的孙利 因认罪并表示反刑 在二审量刑缩短斗了一年六个月 但是孙利再次针对赌博提出上诉 而今天,韩国大法院的三审结果出炉了 今天,韩国大法院驳回孙利的上诉 维持了二审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的原判 目前在国军监狱关押的孙利 根据韩国兵役法会遍入战时勤劳役 移送到普通监狱 而孙利的刑期是2023年2月 九个嫌疑才一年六个月 一个追求两个月的量刑 就废除韩国的法律吧 才一年六个月,明年二月出狱 法律怎么这个样 每次都只有受害者冤枉而已 不是缓刑就不错了 最起码还有个有期徒刑 下一个消息是 Lusterepium在以五人体制进行活动后 韩网一面倒的称赞 整个舞台看起来更加干净利落 part分配也是很适当等 反应非常好 而不只是网友们的反应 因缘成绩,YouTube观看次数等客观的数据 也是大幅上升了 所以很多网友们甚至是粉丝们也希望 能这样继续维持五人体制的Lusterepium 但是因为嗨补的后续处理方式 而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在嗨补宣布Lusterepium战役五人体制活动后 很多网友们发现到 每天每天都会更新 形成天文的官方Twitter 以及每次在音乐节目后 都会上传的今天的Lusterepium团体照 突然就停工了五天 没有形成预告 没有五人Lusterepium的团体照 官方Twitter开始重新更新 也上传了五人团体照 但是因为也有新闻报道 受害者A某的法律对理人对媒体表示 目前正与嗨补讨论解决方案 因此没有追加表明的立场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认为 如果嗨补决定让Kingaru退团的话 就不会花钱花时间与受害者进行和解 嗨补应该没有考虑 持续维持五人Lusterepium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说要法律对应 怎么又试图和解呢 是要和解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或罪退团吗 现在海外粉丝们都要求退团 所以是非常严重的情况 外国人跟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 一般的争议都会觉得 以后不再犯就可以了 但是连海外粉丝们都转身的话 不是要退出Lusterepium 而是要退出整个演艺圈 爱豆要有粉丝才是爱豆 如果无视所有粉丝们的意见 让Kingaru回归的话 一点错误都没有的五位成员 也会一直跟着霸凌组合的头衔 出道14天就出现新闻社会版面 出道18天就宣布停止活动 都这样了也不退团的话 真的会是传奇 粉丝们是希望Kingaru能早点退团 但是公司也会顾虑到自己的形象 所以就算公司内部已经决定了他的退团 也需要给大众能看到 公司有负责保护未成年人成员的样子 不是公司要赶走他 是Kingaru自己因为压力很痛苦而自愿退团的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这个孩子虽然是做错了 但是现在所有媒体都针对这个未成年人 感觉有点夸张 当然受害者也是很痛苦 但是现在确实是有点过火了 对于海普的后续处理方式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找不到子余而慌张的粉丝 因为粉丝正在拍摄子余的个人指派 咳咳咳 瞳孔地震 什么 去哪里了 咳咳 吃胶慌张的样子好好笑 KK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来 不管 再贴